Hello 594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睡眠 睡眠就像身体的重置开关,一键还原后让身体各项机能恢复到初始状态 精神饱满,应付崭新的每一天 我们都知道面对工作、生活、放贷,台湾民众生活压力可不小 睡眠市场需求自然也大,市面上住眠产品琳琅满目 但该怎么挑,怎么选,不要吃错才是关键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是,由美国保健大厂Kemine与睡眠大师Dr.Grandiner 携手合作含独家活性成分的GEPC 能从睡眠机制上对症改善,七天有感改善睡眠障碍 提升两倍睡眠品质的天然职粹,Daddy Z,晚安多芬 咦?晚安多芬?它是什么呢? 如果是喜欢逛药妆店的朋友们可能会说 台湾睡眠产品不是都吃Gaba吗? 而淘宝派的朋友曾经会回击,Gaba还不够力吧? 国外都是吃退黑激素也 到底谁才是睡眠追王呢? 晚安多芬又是何方神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台湾就像科技岛,每天生活在压力大工时长的日子 能睡饱的时间都成为亚洲倒数 服用安眠药的比例反倒是世界明点前谋 但用药物让身体尝试关机,就像拔掉插头关闭电脑 久了电脑也会当机 长期下来,体内也会遭受到药物副作用的反扑 一昧眼泪样物,并非明智之举 有人可能会好奇,认真打拼的台湾人 疫情期间居家办公,身心应该比较放松 应该也有获得喘息,好好的睡觉吧? 答案是,并没有 反而是,疫情期间睡眠障碍的比例更加严重 最新的研究指出,肠心肝隐形的后遗症 让整体睡眠障碍比例从疫情前的四成暴闯至六成 统计染疫后的患者在睡眠障碍比例居然高达七成五 这比例还比在病患身边劳心劳力的医护人员高出两倍以上呢 最难怪,疫情期间在电视机上 更大著名保健品的广告疯狂红掌 但怎么挑怎么选才是关键 为了不要吃错,要先了解失眠的原因 常见的失眠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紧张、焦虑、压力大或是重度3C使用者 让大脑长期处于亢奋的状态 交感神经停不下来,让你想睡也睡不着 第二种,睡眠周期混乱引起的 通常是由生活作型不正常或是由轮班工作者 常常该睡觉的时间睡不着 该清醒的时候却精神不济 上面所提到的第一种跟第二种族群 当然有很多药物可以做选择 但考量到副作用已经可能产生的依赖性或负担 不妨参考保健食品来调理吧 以比例来看,针对上述第一种族群 交感神经过度活化导致失眠的人比较多 该族群可以服用GABA或是其他活化副交感神经去舒缓 交感神经的讯号,达到助眠的效果 也因为它安全性高没有明显副作用 所以成为国内厂商爱用的榜首 而第二种族群这些睡眠周期混乱的人建议服用退黑激素 但需要注意的是,台湾在退黑激素上是被归为药品而非食品 取得是相当不易的 既然大部分的失眠者是因为交感神经过度活化 那他们都去吃GABA不就好了吗 但奇怪的是,有时候消费者反而会说 GABA其实很看人吃,并不是人人都敢 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GABA就像一把启动睡眠信号的钥匙 而这个钥匙孔就是GABA的受体 受体敏感度的高低,好比钥匙孔滑顺度有关 如果钥匙孔生锈的话,那腹脚感神经无法活化 睡眠信号也没办法启动 那像这一种受体敏感度不佳 导致讯号传递失败的例子是时常有的 好比说第二型糖尿病患者 因为胰岛素受体已经损坏 即使有了胰岛素,血糖却还是降不下来 那该怎么做才能恢复GABA受体的敏感度呢 根据国际期刊研究显示 部分天然直萃富含GABA驱动增强因子GEPC 也就是GABA Enhancing Phenotic Complex的缩写 它以三效机制强化GABA的效用、活性跟浓度 第一种效用是用来提升GABA受体敏感度 让睡眠信号可以确实传递 而第二种活性是用来抑制GABA转暗酶,也就是分解酶 维持GABA活性状况久一点 第三种浓度是提升代元性GABA的分泌量 意思就是即使没有额外补充GABA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更令学者惊艳的是 这些富含GABC的实萃来源竟然是过去认为帮助提升洗脑的植物哦 今天要介绍的主角瓦安多芬Daily-Z 正式富含GEPC的植物萃取 能帮助GABA的睡眠讯号更快、更稳、不断线 瓦安多芬Daily-Z由国际知名保健原料供应商美国Kamin所生产 该公司对于多种植物萃取进行交叉比对 发现特定品种的生产及绿布和蕴含丰富的GEPC 并以HPLC指纹图谱交叉比对找出60多种的最具功效性的GEPC 并在严选的农场中栽种培养GEPC的特选品种山茶及绿布和 量化培养后再标靶萃取GEPC 为了保持GEPC的完整性 Kamin公司坚持只在特殊的时间做采收 并以独栽环保无毒的水翠工艺 标靶萃取GEPC指成DAC-Z晚安多芬 全天然植物来源获得永续种植 以及羽林联盟等多项环境保护国际认证 同时符合非基盖NAMGMO KOSIO HALA的宗教捷径认证 以及素食认证 造福广大的下费者 美国Kamin从严谨的品质为安全把关 包含过敏源、肤质、人工色素或是刺激性的化学物质 并保证不添加西药或褪黑金素 全天然植物来源不具成隐性 以最自然加上科学的方式 让GABA睡眠波更快更稳不断线 让我们用机制图快速回顾一下GABA GABA受体以及GEPC的联络关系 从左边的图可以看到即使补充GABA 但受体敏感度因而而异 还有GABA转按煤在一旁蠢蠢运动 想要刺激分解GABA 导致睡眠信号被削弱 而右边的图则显示 在有GEPC的情况下 不仅可以帮助身体自行合成内源性GABA 受体敏感度也被提高 分解煤被抑制 三拐旗下睡眠信号当然可以更强 保证品的品质建立在有大量科学证据的品牌原料上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Daily Z 瓦安多芬的临床时证吧 在前导研究中 Daily Z 瓦安多芬就展现惊人的助眠力 帮助睡眠障碍者入眠时间收短大约26% 以及延长深度睡眠时才有的快速凍眼期增加了5% 实验只有进行6周就有如此显著的效果 引起美国CAMIN公司想更进一步探索Daily Z 瓦安多芬 他们找来国际睡眠权威 Michael Gardner博士亲自操刀 他是荣获美国睡眠医学委员会的认证会员 发表超过175篇的学术认文 被其他学者引用超过8000次 Michael Gardner博士深知 Gaba的传递对于睡眠的重要性 当他看到CAMIN在前导实验的结果大感震惊 决定执行百人大型临床实验 检视Daily Z 瓦安多芬的全部潜难 这项大型临床实验有100位睡眠障碍者参与 每天睡前30分钟服用485毫克的Daily Z 他与实验组跟安慰器组互相比较为期一个月 透过定期监控晚上睡眠品质 以及隔天精神状况作为Daily Z的评估指标 临床结果证实 服用Daily Z的实验组在7天明显改善睡眠状况 持续一个月可以提升两倍的睡眠品质 并改善两倍的失眠问题 晚上要是睡得好白天精神也会好 检视睡眠品质不能只看晚上 隔天起床后的精神状况更是重要 就像许多安眠药晚上吃了会想睡 但隔天起来头脑反而昏昏沉沉 疲累不堪 这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睡眠周期 经临床实证 睡前使用Daily Z的实验组 起床后白天的精神状况明显改善 提升5倍的专注力 2.5倍的判断力 比平常快2倍的反应力 我们都知道睡眠障碍者容易恍惚引发意外 使用Daily Z后不止晚上睡得好 在大脑充分休息后白天精神跟着好 可谓日夜兼顾呀 最后帮大家做一个总结 一般由Gaba启动的睡眠信号 可能因为Gaba的天生不足 或是被分解媒降解 又或者是Gaba受体不敏感 均有可能导致睡眠的障碍 补充富含GPC的Daily Z晚安多分 能刺激内源性Gaba的生成 抑制Gaba分解媒的活性 更重要的是激活Gaba受体敏感度 让睡眠信号可以更快更稳不断线 从百人临床时证中 每天睡前30分钟使用485毫克的Daily Z 7天油感好眠 持续一个月可以提升2倍睡眠品质 降低2倍睡眠障碍 耳电专注力判断力跟反应力都明显的提升 证实大脑获得完整的休息跟充电 又可以精神饱满面对新的一天 以上是今天Daily Z晚安多分的介绍 希望大家都有满满的收获 应该没有睡着吧 谢谢今天带来聆听 我们下次见 拜拜